美國的電信業者即將大規模推出5G行動服務 但是航空業卻對此表示擔憂 理由是電信業的5G服務 跟民航機的高度計 在使用的頻率上是有重疊的情形 電信業者對此做出短期的讓步 延緩在機場附近設置5G基地台的計劃 民航機的高度計是攸關飛航安全的重要器材 特別是在降落過程中 即時在不同高度要有不同的處置 現代化的高度計運作原理類似船舶的聲納 因此必須動用無線電頻率 大致而言5G的電信頻率分為接近4G的低波段 其次是中波段頻率介於2.3到4.7GHz之間 然後才是頻率從12到40GHz的高波段或通稱為K波段 而正義焦點的C波段頻率在4到8GHz之間 高波段頻率極高但服務範圍相當有限 低波段範圍較廣但上網速度偏低 因此現行的5G服務普遍以中波段為主力 頻率介於3.7到3.98GHz 相當接近民航機高度計使用的頻率 也就是4.2到4.4GHz 包括聯合航空等美國的航空業者指出 如果電信業者按照計劃啟用在機場附近的5G基地台 恐怕有4%的航班將面臨高度計受到干擾 甚至被迫取消 歐盟在2019年就制定標準把5G頻率限制在3.4到3.8GHz之間 比美國的5G頻率稍低也更能區隔5G服務和民航機的高度計 路透社的分析認為電信業者讓步只是短期辦法 長期而言主管民航業的聯邦航空署 必須設定機場附近5G基地台的頻率標準才行 公視新聞實戰編譯